伊克尔打进了关键的一球 同盟曼联时隔31年后 再次杀入了欧洲冠军杯的决赛 三冠王已经无限接近 而三场决战就要在五月份的十天之内完成 5月16日联赛最后一战 曼联主场迎战热刺 在一球落后的情况下 黑汉姆在半场结束前 一较精彩的远射 让老特拉夫德球场一度沮丧的气氛烟消云散 安迪克尔在下半场比赛中锁定胜局 曼联在98到99赛季 收获了他们的第一个冠军 他们历史上第五次获得英超冠军 一周后的温布利球场 曼联球迷正在期待第二座奖杯 一切顺理成章 曼联2比0轻取纽卡瑟 全队走上皇家包厢 领取这座世界上最古老的赛事金杯 5月26日 洛坎布球场的夜空似乎比任何时候都要明亮 马特巴斯迪和90岁的生日蜡烛从天堂闪过 分外耀眼 或许上天早已注定 这就是一个属于曼联的夜晚 马里奥巴斯勒的进球 一度使场上的气氛变得紧张 但那并不是比赛的最终结局 真正决定比赛的人 一个叫做谢尼汉姆 一个叫做索尔斯克亚 当然 为他们送上两个美妙传球的人 叫做大卫贝克汉姆 英格兰足球历史上 第一个真正意义的三冠王就这样诞生了 小贝和他的鸿蒙不仅是英格兰的王者 也走上了欧洲之巅 不可思议的是 在98年英格兰足球和小贝本人 经历莫大的黑暗后 幸福的光明竟如此迅速的降临 每个人在他的生命中 都会有一本自己的纪念册 对于贝克汉姆 他的人生纪念册 一定会停留在1999年 那一年 他成为了三冠王 那一年 就在三冠王之前的两个月 他成为了 小布鲁克林的父亲 还是那一年 就在三冠王后的两个月 他迎娶了自己的妻子 维多利亚 幸福的家庭 已经让这个24岁的年轻人 完成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转变 而事业的成就 更让这个年轻人完成了 从梦想到超越梦想的追求 99到2000赛季 曼联以18分的巨大优势 缠绵英超冠军 他们再次证明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这是贝克汉姆本人获得的第四座英超奖杯 这个赛季唯一的遗憾是 曼联没有能够实现 在欧洲赛场上的统治 但是曼联不能代表 整个英格兰足球的强势 尽管同时作为英格兰队的一员 小辈子98年之后实时表现出色 但英格兰队的整体低迷 却是不争的事实 2000年欧洲杯上 他的两次精准妙传 帮助英格兰队领先葡萄牙 但最终却被黄金一带完成逆转 他的一脚45度任意求携船助攻 帮助希勒破门 终结了英格兰队34年 逢得不胜的历史 但是却并没有结束英格兰 34年大赛无荣誉的历史 英格兰队在最后一场比赛中 负于罗马尼亚 小组赛阶段 急遭淘汰 几个月后 英格兰又在02年世界杯预选赛中 在温布利球场的最后一战中 0比1负于德国队 主教练激刚被迫辞职 英格兰足球正陷入 前所未有的危机状态 主教练的空缺 两位领袖亚当斯和希勒的先后退出 就在这个时候 全英格兰都在呼唤一位新的领袖 虽然彼得泰勒仅仅直教了英格兰队的一场比赛 但他做出的一项决定 却恰恰是英格兰队复苏的标志 他任命了英格兰队的新队长 贝克汉姆 那一年 小贝25岁 在英格兰足球一蹶不振的低迷状态下 接过了三师军团的队长秀标 贝克汉姆出任队长的第一场重要比赛 英格兰队必须在世界杯预选赛中 击败芬兰 才能赢得小组出现的一线生机 在这场比赛中 贝克汉姆打进了制胜一球 他已经俨然成为了新英格兰队的领袖 安贝尔德球场用最热烈的气氛迎接新英格兰队和他们的新队长 2001年9月1日 慕尼黑奥林匹克球场 贝克汉姆领前的英格兰队奉献了一场标志性的胜利 这场比赛不仅抱了温布里球场最后一战的一箭之仇 更重要的是 将英格兰队推向距离世界杯更近的地方 贝克汉姆在自传中回忆说 在奥林匹克球场的每一个英格兰球迷都能向你诉说 他们过去对英格兰队倍感失望的故事 但那个夜晚 他们感到了自豪 2001年10月16日 回到老特拉夫特球场那个灿烂的下午 英格兰队对着希腊队的比赛 他们只要获胜 就将踏进世界杯 在另外一个赛场上 德国队与芬兰队的比赛迟迟没有进球 比赛到了最后时刻 这意味着英格兰队 只需要站平希腊队就可以进军世界杯 但是现在的比分是1比2 英格兰队落后 比赛的商庭古时阶段 英格兰队获得一个前场内球 这是一场怎样的比赛 这场比赛对英格兰队的队长 又是怎样的一段经历 这个进球让小贝从人变成了神 这个进球让英格兰队直接晋级世界杯 这个进球也终于没有让那场5比1的胜利 失去它本来的意义 英国媒体称 这个进球价值上亿英镑 但对于贝克汉姆来说 又何止上亿英镑呢 2001年 贝克汉姆再次取得了英超冠军 他率领英格兰队进军世界杯 而他本人则赢得了BBC电视台颁发的 年度体育人物大奖 时间的历练不可阻挡将贝克汉姆 推向了职业生涯的最低